各位现在看到的是1960年9月19日,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历史影像。 几乎就在同一天,万里之外的杨戈尔南方设计局,一枚二十六洲际弹道导弹使出了制造厂,前往几公里外的第二实验局发射台。 赫鲁晓夫临走前给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捷林下了死命令,他在美国期间一定要成功试射这枚导弹,一是为十月革命43周年献礼,二是让美国人瞧瞧咱苏联的和大棒到底有多粗。 然而,行政命令一旦与客观规律相抵触,就注定了这会是一场悲剧。 而十六是苏联研制的第一款实用型洲际导弹,它改进了二七弹道导弹的缺点,体积小,抗干扰能力强,可事先加注燃料进行部署,具备二次和打击的能力。 也是古巴导弹危机时,苏联手里掌握的唯一一张王牌。 可遗憾的是,这张王牌在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并未做好准备。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,导弹开始加注燃料,预计发射时间为当晚七时。 然而,随着发射准备工作的继续,燃料泄漏和电器问题开始出现,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皱紧了眉头,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。 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,当这些问题出现时,最佳的解决方案就是排空燃料,逐项检查故障。 这也就意味着发射时间最少要推迟一个月。 一边是问题重重的导弹,一边是和卢晓夫的死命令,怎么办? 几经商议后,国家委员会决定接受导弹技术领导层的建议,在不排放燃料的情况下,直接在火箭上开工维修,并将发射日期推迟到了第二天。 10月24日,维修工作继续进行。 按照安全规定,导弹维修时,不相关的人员都要撤离到附近的地堡中。 或许是心中急切的缘故,叶杰林总司令完全忽视了这项规定,带领着一大批下属坐在火箭旁边亲自监督,无意中也给技术人员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眼看着发射时间临近,问题却一个接一个冒出。 为了抢时间赶进度,技术人员也违背了安全规定,同时对多个故障进行排查。 一时间导弹周围聚集了250多人,当晚18点45分,距离发射时间仅剩下半小时,技术人员仍在抢修配电器,这是意外发生了。 一名技术员意外重置了编程电流分配器,向二级火箭发送了点火指令。 瞬间,熊熊烈火又引爆了一级燃料箱,120吨燃料产生的巨大爆炸持续了20多秒,50公里外的人都能看到光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聂杰林元帅在事故中当场丧生,尸骨无存,只从现场找到他的一块手表和勋章。 发射台上的160名宇航科学家也不幸遇难,其中不少人是苏联太空计划的著名先驱者,苏联的火星登陆计划也因此无限期推迟。 导弹设计师杨戈尔因为抽烟暂时离开发射台,幸运地躲过一劫。 实质冷战期间,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全球关注,为了避免世界怀疑苏联在核武器方面的能力,苏联政府在灾难发生后隐瞒了原因,对外宣称聂杰林死于空难。 直到哥尔巴桥湖时代,人们才逐渐了解了这起灾难的真相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